李书童1880-1942年,又名李希双,李岸,李良,土名文汤,又名程系,全名广侯,自希双,别号树童,一物即全胜,世即全美,人即全胜,二尽守此心则心定,李亦齐齐则契平,三机制而不怒者,非有大量,必有生机,四尽前行者,地步窄,向后看者,眼界宽, 武林事,须替别人想,论人,先将自己想,略,会不再大,在乎当恶,愿不再多,在乎伤心,七山不转路转,静不转心转,静无好坏,顺义在人,八指者与糊涂正好北道而驰,禅,尤其尽止执着性,九款是一级干,敏则有功,即是一款办,忙则多挫,失离叹击者, 能尽心中贪欲云逸,犹如夜月,重心围绕,十一个人有个人理想的乐园,有自己所乐于安享的花花世界,十二不受百象迷惑,心中没有善恶,二人的境地,才是接近了产,十三万目自有其流转巨像,可以拥有,但无需执着,我们手中拥有的依然足够,十四花才有花开的好,花谢有花谢的美, 能体会到周边各种情况的美好,于是你将进入禅的大门,十五佛经理说的婆娑世界是指人的世界,也便是永远存在缺憾而不得完美的世界,十六,如果我们说某件事物是好的,或者那某件事物是不好的,通常是源自我们的喜恶,而很少体察它是否合于真实, 十七若你面对着一棵树,只顾着看树上的一片红叶,这其他的叶子都将视若无睹,如果你不看这片叶子,而无心的只看一棵树,则所有的叶子,都会在你视野之内,十八学者于是不能应,终是此心受病处,只有炼心法,更无炼是法,炼心之法,大要只是胸中无一事而已,无一事,乃能是事, 此事主经功夫得利处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